男人从天而降 扑通一声掉落水中 头重重地撞击到了泳池地面 就在他以为自己要挂掉时 一个女人朝着他游了过来 抱着他的头就亲了上去 所谓牡丹花吓死 做鬼也风流 等男人再次醒来时 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 摸摸自己 怎么肌肉没了 再顺着往下一摸 软软的 怎么回事 他往镜子面前移坐 里面竟然是一个女人 左看右看 还是女人 随即一想 这肯定是梦 等醒来就没事了 这时 一位丫鬟冲进来 激动地说 娘娘您终于醒了 男人吓得后退 丫鬟却上前来 直接将男人搂在怀里 男人心想 想不到做个梦 还有这等好事 不料 下一命 一口苦涩的中药喷出 这感觉也太过真实了吧 男人捏手捏脚走出屋外 转头一看 两排人骑刷刷地跪着 男人哪见过这种场面 吓得撒腿就跑 后面的宫女们紧追不舍 一边追还一边喊 娘娘您才醒 不能跑这么快 男人一路跑到院子中 看着这古老的建筑 他感觉太奇怪了 突然停了下来 后面的人一个接一个乱坐一团 男人似乎察觉到什么 往下一摸 没了 完了 这回彻底完了 便不回男人了 等冷静下来之后 男人终于知道 自己的灵魂穿越到了 这个女人身上 现在只要想办法 回到自己的身体就可以了 他问丫鬟 我身上发生了什么事 丫鬟告诉他 昨天夜里您一个人出去 落入了湖水中 等醒来您就这样了 男人一想 对了 就是水 他来到湖边 趁宫女们还没反应过来 飞速跑出去 穿过桥 踩上是快来一个高空跳跃 不料 下一秒 本打算就这样狼狼地回去再想办法 然而 为首的宫女却告诉了他一个更晴天霹雳的消息 明天会举行册封仪式 她会成为王后 男人更崩溃了 变成女人就算了 还要和王上成亲 两个大男人 这怎么可以 而此时的王上正悠闲地坐在亭子里看书 他玉树临风 一表人才 是史上最风流的王 折踪 王上看到已经没事的王后 命人将他请了过来 男人看到王上便请求他让人将湖水装满 可王上却说这是大王大妃娘娘下的命运 他不能捂命 并且他也认为这是正确的事 怎么说都不行 男人怒了 看来靠别人靠不住 还得靠自己 于是看到水便都往前冲 不管是脏水 洗澡水 还是院子里的雨水 他都不放火 因为他的灵魂是一位男人 他正在想办法回到21世纪自己的身体里去 21世纪的他是韩国最顶级的厨师 专门负责招待大人物 在一次国际招待会上 他做了一道拿手好菜3到0 不料 酒店派出保镖想抓捕他回去问子 没想到抓捕时 就这样 他的灵魂穿越到了几百年前一位王后的身体 变成了女人 尝试了各种办法都无法回到现代 他只能暂时留下来 但想要活下去 总得知道这个时代的情况吧 便向身边的崔上公打听起来 这才知道当今王上是哲宗 说曹操曹操道 虽然这位王上是傀儡 但颜值还是很高的 王上告诉他 明天举行完封后仪式 你便是我的王后了 娘娘惊呆了 成为王后岂不是要洞房 自己的身体虽然是女人 可灵魂却是男人了 这要怎么整 他决定向王上坦白 娘娘向王上解释了一大堆 可看王上的这副表情 就知道他不信 不但不信 还认为他病得不轻 命太医好好给他治病 可娘娘哪会束手就擒 可再怎么折腾都没有 第二天的丰厚仪式依然照常举行 大清早的 娘娘便被拉起来 一通梳妆打扮 接着乘上来十几件衣服 这些衣服都穿上 娘娘感觉自己快要窒息了 还有足精足两的凤冠 直接压弯了脖子 娘娘 您得承受这份重量 仪式开始了 王上王后走上红毯 娘娘邪魅一笑 抖抖肩膀 舒坦了 原来她悄悄将果胸脱下了 到了行交败里 娘娘站着一动不动 无奈 崔上公只能上前帮她跪下 经过一系列繁琐的礼节之后 终于到了娘娘最喜欢的环节 那就是行经卑里 本来只要意思一下就行 可娘娘硬生生的端起来全喝了 这豪放洒脱的样子 把众朝臣都惊呆了 一天过后 到了洞房花烛的时候 娘娘拼命在心里想脱身之法 这时 门外传来丫鬟送酒的声音 娘娘记上心来 把王上灌醉不就完了 她端起酒给王上买上 王上很给面子的喝了一杯 可喝完后便开始解衣服 本以为今晚难逃一节 没想到王上直接就上床睡觉了 还让娘娘离她远点 娘娘一脸无语 虽然自己也不愿意东方 但被人这么嫌弃让人很是恼火 为了谢谢心中的火 娘娘乔装打扮一番 变成了帅气的公子哥 转身来到全国最有名的红楼 可管主妈妈一眼便看出她是女人 娘娘听出了她的言外之意 直接掏出几串铜钱 一声令下 各种各样的小姐姐冲进来 搔手弄姿的 这可把娘娘高兴坏了 终于又能回到巅峰时刻了 喝醉酒之后 娘娘忘记了自己是位女人 摇摇晃晃地进了南侧 在解裤子时才想起来 看着身边的男人 娘娘羡慕不已 想想自己曾经那件事 吸引无数小姐姐的身材 如今却变成了这样 娘娘伤心欲绝 惆怅不已 此时的王上也没闲着 他正和自己的心腹在红楼商量大吉 想从大王大妃手中夺回政权 正说着 喝醉酒的娘娘闯了进来 隔着帘部 娘娘只看到一个模糊的身影 众人都一脸的紧张 这时 宫中宵禁的钟声响起 娘娘骂了一句之后 把腿就跑了 王上不确定 娘娘是否听到了他们的谈话 但为了避免节外生枝 他决定除掉娘娘 而娘娘还以为这人是打劫的 把兜里的铜钱都掏了出来 这操作将王上都整蒙了 这女人怎么搞不清楚状况 就在王上犹豫之时 一把剑飞过来 将王上的面纱打落 一个男子冲出来和王上打斗起 娘娘赶紧躲到一旁 面纱掉落的王上为了不暴露身子 他不得不用手遮挡住自己的脸 这也让他变得束手束脚 好在心腹及时赶到 用瓦片暗中攻击了男人 王上这才趁机跑掉 男人捡起地上的面纱 原来他是娘娘的表兄 金炳元大人 他将醉酒的娘娘送回了宫中 第二天娘娘醒来 已经完全忘了昨晚发生的事情 只感觉头痛欲裂 想吃完热腾腾的方便面 吩咐玉厨去做 玉厨根本没放在眼里 不就是一碗面吗 揉面 切面 煮好后来一勺高汤 最后点上配料 完美 可娘娘想要的却不是这样的 那就换一种 不知换了多少种 娘娘就是不满意 玉厨怒了 想吃就自己来做 自己做就自己做 本娘娘的灵魂可是来自 21世纪的顶级大厨 做一碗方便面还不是手道勤爱 只见娘娘拿起刀潇洒地撞了几下 接着熟练的切菜 将面裹在筷子上 放入油锅中定型 筛出灵魂料包 一碗完美的方便面便出锅了 就连玉厨都甘拜下风 这时 娘娘突然想到 只要让大王大飞高兴 下令装满湖水 自己不就能回去了吗 本想做点好吃的征服大王大飞 可一山不容二虎啊 玉厨的头领 岂会让娘娘在自己的地盘上 占尽上风 于是两人展开了一场比拼 头领慌忙急躁 娘娘却不慌不忙 十几分钟过后 娘娘率先完成 让人品尝过后 明显娘娘的厨艺更胜一筹 娘娘嚣张地放下话 头领也只能暗自生气了 娘娘开始准备膳食 首先要弃一个升级版的烤木 然后让人拿来王宫内所有的油 把油倒入锅中 身旁的玉厨太尖看得心疼不已 可娘娘为了做出美味讨好大王大飞 哪里管得了这么多 接着将牛肉切块备用 把鱼切块放入烤盘中 刷上油 撒上盐 准备工作完成 现在开始烹饪 将烤盘放入烤炉中 一旁的玉厨又心疼了 接着将牛肉放入油锅中 低温煮上一晚上 保证肉质的鲜嫩和松软 娘娘在炉灶边守了一晚上 终于大功告成了 此时的大王大飞正因为牙疼吃不下任何东西 但听到是王后用了一整夜才做出来的 而且看上去很美观 便决定尝上一口 此时的娘娘正在焦急地等待 正打算亲自去看看时 大王大飞却一脸怒气冲冲地过来了 原来是因为太好吃了 味道令人很感动 大王大飞一直不停地夸赞 把娘娘都整害羞了 娘娘顺势说 我做的食物还有美容养颜的效果 可以让您保持健康美丽 大王大飞很是高兴 当场同意将湖水注满 在古代 要将湖注满水有多难 所有人只能一桶一桶地往里高 要想填满 最快也要十天 娘娘哪里等得了这么久 她想到了一个接力的法子 加快了注水进度 另一边 自从红楼的事情发生后 王上便一直担心娘娘是否知道了她的结果 为了试探娘娘 她特意请娘娘喝茉莉花茶 没心没肺的娘娘在闻到这么浓郁的茶香时 终于想起来在那夜闯入的屋子里也闻到了一样的茶香 还有那个要杀她的男人 即使她遮挡住脸 可那熟悉的眼神不就是王上吗 看着眼前的王上 娘娘的眼神里流露出古惧 她终于意识到自己现在身处充满阴谋诡计的王宫中 一旦表现出自己知道的事情 王上必然会杀了她 娘娘故作镇定端起茶杯 又猛然想起这祸不会在茶里下足了吧 两人都在互相试探着对方 各有各的心思 娘娘把手中的茶递给了王上 既然那么关心我 这茶您便替我喝了吧 没想到王上竟然接过茶便喝了 然而 下一秒 王上不断地逼问她 已经喝下迷药的娘娘迷迷糊糊下 说出了那天夜里要杀我的人就是你 王上怒了 这女人果然知道 娘娘也怒了 即使你爱上了别人 怎么可以杀害自己的妻子 王上这才知道 这个女人根本不知道自己要杀她的理由 这话深深打击到了王上 他愤怒地走了 本以为自己要杀她是为了大局着想 却不从想 自己是因为没自信面对真正的强者 所以才会选择对弱者下手 王上在这一瞬间看清了自己 她不想再让无辜之人丧命 而另一边的娘娘不想再卷入王宫的是非中 她只想尽快地回到21世纪 但一晚上过去了 湖里只有一点点水 娘娘决定亲自监督 但天气太热 她想喝一碗蜜雪冰成的冷饮 在古代 天太热想喝冷饮怎么办 娘娘让崔上宫吩咐御厨去做 厨艺一直被娘娘压制的御厨 觉得终于到了自己表现的时候 先准备一碗五位子 把之分离出来 再加入蜂蜜调出甜味 来点离和橘子体现出清凉感 就算不加冰水也很清爽吧 接着将月剑草沾上垫粉 过一道开水 再在冷水中涮一涮 将它们全部放入汁水中 一碗饮品便做好了 娘娘喝了一口之后 不禁感叹真凉啊 再看看还在顶着日列 为自己干活的宫女太监们 娘娘吩咐御厨给她们美人来一份 御厨内心悲愤不已 自己堂堂宫廷御厨 怎会沦落到这种地步 所有人都对娘娘感恩戴德 毕竟她们是第一次喝到这么珍贵的饮品 娘娘心想 这也太容易满足了吧 等待的时间太过无聊 崔上公便拿来丝线 让娘娘做真相活打了时间 可灵魂是男人的娘娘 直接就拒绝了 这活就是往自己手上扎针了 崔上公早有准备 娘娘看着这笔世人的手势 生气不已 让崔上公以后不许这么做 她拿着珍贵的丝线和身边的丫鬟 红莲玩起了翻绳的游戏 可思线太细了 没一会就断了 娘娘想翻翻看 有没有更结实的思线 却无意间看到了 自己之前留下的刺绣 这明显就是想自杀呀 娘娘立马问红莲 我掉进湖里之前 是不是心情不好 整日郁郁寡欢的 红莲回答是的 偶尔还哭 还将喜欢的发钗和戒指 送给了自己和崔上公 娘娘立马肯定了 这女人就是要自杀呀 但到底是什么事情 让她伤心绝望之下 才会选择结束生命呢 娘娘想不通也记不起来 干脆不想了 目前最主要的事情 是赶紧回到现代 娘娘兴奋地来到湖边 可被红莲挡住了 她是不会让娘娘再自尽的 娘娘左右躲闪 好不容易趁机跑过去 却被红莲死死拽住脚 正在娘娘挣扎之时 崔上公赶到了 见底不过两人 娘娘便使出了杀手锏 见这个不行 那就换一个 可姜还是老的辣 崔上公根本没反应 没办法 娘娘只好放弃挣扎 她让和自己身高差不多 并且会游泳的太监下去试水 看能不能淹没整个身体 可湖水还是太浅了 娘娘想要回去真是太难了 可天无绝人之路 娘娘又开始炫厨意了 小刀一推 土豆齐刷刷地倒下 周围的人兴奋地鼓掌大叫 只见娘娘刀起刀落 土豆瞬间变成碎末 这举动引得旁边的御厨很是不满 御厨现在是既没权力也没地位 另一边的大王大妃 自从尝过娘娘的手艺后 就再也吃不下别人做的食物 听到门外传来太监的声音 说是娘娘送玉扇来了 大王大妃高兴之余 又突然想起自己正在生娘娘的气 示意嬷嬷去拿 嬷嬷慌乱之下摔了一跤 大王大妃觉得很是丢脸 御膳呈上来后 大王大妃迫不及待地尝了一口 看这表情 就知道是人间美味了 娘娘看到吃空的餐盘 知道大王大妃彻底被自己的厨艺征服了 本以为要在这里生活很久 不料天公作美 竟然下起了瓢泼大雨 这样湖里的水很快就会满了 自己也就能穿越回21世纪做回男人了 娘娘兴奋地在雨中跳舞 这一幕恰好被王上看到 在她的眼中 娘娘是这样的 实际上 王上欣赏了一会后 主动走上前为娘娘遮伞挡雨 说自己来为之前要杀她的事情道歉 可娘娘丝毫不在意 王上却过不去了 娘娘表现出一副不耐烦的样子 让王上赶紧走 别挡着自己跳舞 这让王上更想不通了 自己好不容易才鼓起勇气来道歉 想不到娘娘竟然是这个态度 两人话不投机 王上生气地走了几步 又突然转回去 说得好像你俩和过房似的 深夜 等崔上公和红莲都睡着后 娘娘悄悄地走出来 将他俩的头轻轻靠在一起 还叮嘱了几句 叮嘱完后 娘娘来到湖边 用簪子在石块上刻上 张峰换道此一游 把簪子留在石块上 接着毫不犹豫地纵身一提 她的身体慢慢下沉 恍惚之中看到一个身影流来 定睛一看 竟然是王上要来救自己 着急回现代的娘娘赶紧挥手示意她走 可王上哪里看得懂 她一心只想救人 两人在湖里推来推去 最终还是王上更胜一筹 她拉着娘娘使劲向上游去 将她救了上来 可娘娘却怒了 娘娘还想跳湖 王上拽住她死活不让 还说以后都按照她说的来 娘娘坚硬的不行 就来软的 可无论她怎么说 王上就是不让 解释不清楚了 娘娘快要疯了 这时 崔上公和红莲赶到 娘娘的计划彻底泡汤了 但她也不敢再跳湖了 因为在湖里时 自己都快要窒息了 都没能穿越回去 万一真的死了怎么办 这时 娘娘突然想起来 这个女人之前跳湖是为了自杀 她眼睛一亮 这女人是真正的 这自言自语弄得身边的丫鬟以为她魔症了 想通了的娘娘开始用各种办法逼迫真的金少龙回来 看得一旁的崔上公都绝望了 娘娘还不死心 竟然自己跳起了大神 手里画着圈 嘴里念叨着 笔仙笔仙 您来了吗 正做法时 红莲进来了 这办法明显不行了 娘娘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心里只剩下伤心绝望 但听到自己喜欢的妃子前来拜见时 娘娘又立马满血复活 摆出一个自认为很帅气的姿势来迎接一瓶 奈何一瓶的心里没有她呀 人家是来警告她不要试图用手段去俘获王上的心 娘娘怎么辩解都没用 一瓶已经将她视为情敌了 还嚣张地告诉了她一件事 原本是心痛自己失去了一位妃子 可这话在一瓶而已 不就是嫉妒她与王上何妨吗 晚上 正当娘娘兴奋地想着利用自己现代人的身份做点什么 开创历史时 突然晕了过去 所有人乱作一团 浴厨上前一摸 完了 娘娘已经没了呼吸 这是要穿越回现代了吗 被金光闪到睡不着是种怎样的体验 娘娘起身一看 满屋的金光闪闪 黄金壁画 黄金盆栽 所有的装饰品都是纯黄金打造的 娘娘还以为自己又穿越到了黄金帝国印家呢 这时丫鬟红莲走进来呼喊了她一声 娘娘这才清醒过来 红莲告诉她自从您晕倒后 国账便将您接了回来 这里是您的娘家 娘娘这才想起来之前自己突然晕倒 意识回到了现代 可身体却动不了 从两位刑警的口中得知自己在现代发生的一切 都是因为韩市长的陷害 本以为已经穿越回了现代 可一觉醒来居然还在古代 然而娘家的财富吓到了她 平时少见的名医 在这却多如牛毛 一桌子丰盛的食物 这仅仅是娘娘的早餐而已 还有珍贵的憋汤 不仅这些 父亲还专门为她请来了一集美容师 娘娘吓得撒腿就跑 被丫鬟硬拽了回来 等化完妆后 娘娘满意极了 果然爱美之心缘皆有之啊 顶着精致的妆容在逛花园时 娘娘突然嗅到了什么味道 打开门一看 满屋子的绸缎瓷器 还有一箱黄金 娘娘拿出一匹布 一块黄金 告诉丫鬟除了这两样 其他的全部拿着入宫 从这一刻起 她要成为女王 可还没等她进宫 王上便来了 看着眼前拿花 朝自己走来的王上 娘娘的脑海中 不由自主地浮现了 自己当初被册封为王后时的场景 那份心动延续到了现在 王上将花放在了娘娘手里 看娘娘没反应 王上喊了一句 回忆起了金绍龙的记忆 让娘娘恐慌不已 她不停地拿花砸自己 试图让自己清醒一点 这个还没应付完 又来了一个暗恋娘娘的堂哥 娘娘坐在一旁 看着两个男人为自己拼酒 没一会 两人都喝醉了 只剩下娘娘独自清醒 然而这么警惕的两人 怎么可能喝醉 王上来此的真正目的 其实是为了找一本 记录着金家醉行的账目 不料找寻的过程中 遇到了一位蒙面人 两人打斗起来 这一幕 恰好被起来上厕所的娘娘看到了 她本想帮王上一把 不料 这动静引来了金炳人 王上为了不被怀疑 他一把揽过娘娘 直接就吻了上去 赶来的金炳人看到这一幕 她的心都要碎了 更过分的是 娘娘竟然身陷其中 她直接化被动为主动 难道今晚就要迎来 真正意义上的洞房了吗 女人看着熟睡中的男人 忍不住想伸手触碰 不料男人突然睁开眼睛 娘娘深呼一口气 感叹昨晚差点就失身了 两人用完早餐之后 到民间去微服私房 体察民情 正好听到旁边的百姓 在吐槽君王无用 只能当一个傀儡 听到这话的王上拿起酒品 本以为他是要教训两人 不料 这人狠起来连自己都骂 很快 王上便融入其中 和他们相谈甚欢 娘娘都忍不住笑了 不过那两人越说越过分 竟然谈论起了 王上是逆贼家族出生的人 说他的家人都是逆贼 让这样的一个人当王 国家能不腐败吗 这话王上能忍 娘娘却忍不了 她愤怒地站起来 娘娘越说越激动 恶狠狠地端起桌子 就要醒来 还好王上及时拉走了她 看着挺身而出 为自己出气的娘娘 王上心里感动不已 此时的宫中 被娘娘把嘴养掉了的 大王大妃 吃什么都不想 饿得肚子咕咕直叫 大半夜让御厨 做一份娘娘 曾经做过的御膳 御厨自信满满 可真正做的时候 却不是那么回事 不是料放多了 就是胃不对 还有煮愁了 一晚上不知试了多少遍 最后连整个都城里 奶牛的奶都挤光了 还是没能做出来 御厨此刻连死的心都有了 第二天 娘娘终于回宫了 为了讨好大王大妃 娘娘准备做一道民间美食 先熬制一锅牛尾汤 再将蛋白倒入厨腥味 把牛肉切片 在米饭上面放入各种菜 倒入一勺牛尾汤 最后再来一点蛋白泡沫 完美 当大王大妃娘娘 看到是一碗百姓 才会吃的汤饭时 她很生气不愿意吃 但肚子实在饿得不行 便便为其难的尝一口 没想到这味道 竟然让她回忆起了 小时候母亲为她做的汤饭 看到大王大妃 这副沉醉的表情 娘娘便知道 自己彻底俘获了她的心 但这都不算什么 她还给大王大妃化起装来 这夸张的表情和动作 让大妃觉得自己年轻了20岁 还有不需要涂抹的黑发脚 这通操作 把大王大妃哄得心花怒放 娘娘之所以这么讨好大妃 是因为她要开展一项大业 娘娘开启头上的小雷达 发送心动信号 开始了她的选妃大业 虽上公告诉娘娘 全国高质量的女性都在这里 本着王上的不就是自己的原则 娘娘兴奋地和每位小姐姐握手打招呼 趁机看看哪位和自己的演员 接着把自己心动的人挑选出来 邀请她们一起聊天 游玩 泡澡 想着以后自己的后宫有这么多漂亮的小姐姐 娘娘笑得合不容嘴 这边的娘娘有多开心 那边的王上就有多郁闷 因为她发现被自己掉包藏在井中的帐簿竟然消失了 王上做梦都没想到 帐簿竟然被自己最爱的人赵花针拿走了 花针本来是要将帐簿交给王上的 却恰好看见王上和王后在湖边打闹 女人的极度之心让她改变了主 她转身将帐簿交给了赵大飞 请求赵大飞利用这本帐簿废掉王后 而赵大飞心里却有自己的盘算 她要在端午节上当众拿出帐簿 把一直压自己一头的大王大飞拉下来 找不到帐簿的王上只能从此次选飞入手 趁机拉拢有实力的家族 当她看到娘娘精心挑选的三个妃子时 心里想的是 而娘娘想的却是 新近的妃子们一起玩悄悄板 还不忘邀请娘娘 娘娘怎么可能放过展现自己魅力的时刻 先来一个帅气的姿势 再来一个空中体擦 最后来一个360度翻转 把妃子们离得惊声尖叫 晚上 娘娘翻来覆去睡不着 便想着给自己爱妃们发消息 作为资深海王的她 写了三封信 让丫鬟红莲差人送去 顺便看看王上有没有遍及她的爱妃们 没想到信却被误送到了王上呢 这边等回信的娘娘都快要睡着了 回信才送来 可是送出去三封 回来的却只有一封 娘娘也不在意 打开信一看 不禁胆叛 最主要的是信的内容处处体现着博学多彩 娘娘也不甘示弱 她绞尽脑汁用尽毕生所学写了一封长长的回信 两人一晚上就这样你来我王写着信 真是辛苦了送信人 娘娘看着信 开心又激动 她根本不知道 这些信竟然是王上写的 第二天 王上遇到娘娘还很开心 可娘娘里都不理掉头就走 这把王上整懵了 不明所以的王上转身和御厨继续商议起了端午节宴会的事情 在这场即将到来的端午宴会上 一场谋杀已经展开 你见过这样的狩猎大赛吗 竟然让宫女太监当猎物 不知该说是寒碜还是残忍 他们身上的名牌代表的动物越凶猛 得分就越高 侍卫一生命下 宫女太监们四散而开 妃子们都去追寻猎物 想在这场比赛中大放一彩 而娘娘却对这种活动丝毫不感兴趣 她找棵树想坐下睡一觉 不料扮演老虎的太监竟然躲在树后 原来太监知道被剑射中太疼了 为了不被发现便躲在这里 这话没能安慰到太监 因为就算不是娘娘 也会被其他人射中 突然她眼睛一亮 与其被其他人射中 还不如便宜娘娘 她让娘娘在背后按下印记 侍卫看到分最高的老虎 这么快就被射中 不禁佩服娘娘的剑术很厉害 太监还在一旁满口胡宗 听得一旁的赵大飞忍不住翻白眼 对狩猎不感兴趣的还有赵花针 别人的都是假箭头 她用的却是真箭头 因为她要借着狩猎游戏杀了娘娘 运气不错 很快她就找到了形单影只的娘娘 娘娘看着花针的剑 手里的野果吓得散落在地 她拉弓 瞄准 射箭 娘娘一阵后怕 这女人可真歹毒啊 王妃自己曾经还喜欢过她 从此她要与这个女人一刀两断 说完娘娘转身就走 这时 嫔妃们追着猎物也来到了这里 花针剑杀不了娘娘 便打算给她一个教训 被剑射中头的娘娘瞬间跪倒在地上 这回她彻底怒了 旁边的嫔妃想上前找花针理论 可没想到人家里都不理 直接越过他们便走了 是可忍孰不可忍 娘娘决定以牙还牙 可下一秒 俗话说只要你不尴尬 尴尬的就是别人 到了宣布成绩的时候 别人都是四五分 可娘娘却是十分 这话一出全场震惊了 娘娘一脸都不好意思 毕竟这冠军拿得太有水分了 大王大飞给她颁奖 看着娘娘得意的样子 赵大飞气得脸都歪了 而此时端午节宴会的食材都被破坏 御厨们也都拉肚子 看着焦头烂额还不愿放弃的王上 娘娘于心不忍 决定帮她一把 摇身一变成了厨娘 看着御医手中的大钢针 娘娘想到了一个绝妙的主 想出了一道现代小吃 串串土豆 当看到土豆进锅时 一旁的御医急坏了 几分钟后 一串金灿灿的土豆出锅了 这下食物有了 但还缺人手啊 御厨只能找还沉浸在悲伤中的御医帮忙 接下来走进厨房的每一个人都会被拖进去 这回人手差不多够了 娘娘指导着他们每一个人的工作 厨房这边有条不紊的进行着 而此时的宴会上 就显得无比尴尬 有的人为了吃今天宴会上的食物 从昨天就开始饿着了 可等待了很长时间 都没有食物端上来 永平君上前告诉王上路上遇到强盗 食材都被毁了 王上心如死灰 就在他不知该怎么办时 一群宫女端着盘子上岸了 当众大臣看到是一串土豆食 纷纷露出嫌弃的眼神 可当他们尝了一口后 好吃到停不下来 打脸来的就是这么快 此时的娘娘已经在准备第二道菜了 将地瓜 西葫芦 茄子炒过后和肉汤鸡蛋煮开 一起加入到掏空的西红柿中 用西红柿当晚真是别出心裁啊 旁边的御厨使出吃哪个竟在揉面 与御医形成鲜明的对比 第二道菜端上来一看 这不就是现代的麦当劳吗 这回众人不再多话 直接就开吃了 相比前两道菜 最后的甜点就显得普通了 虽然看上去很漂亮 但这是平时常见的羊羹 难道已经前驴技穷了 王上解释这不仅吃起来方便 同时也有写着运势的占卜 作为资深吃货 大王大飞率先吃完 一看棍子 这场宴会完美结束 王上走上祭台 为百姓祈福 可在插上香的一瞬间 王上浑身是伤倒在地上 娘娘想冲上去 却被侍卫拦了下来 这场意外来得猝不及防 所有人都认为是金左根蓄意谋害王上 就连大王大飞也是这么认为的 他对着金左根大发为庭 而金左根是百口莫辩了 为了查出幕后真凶 金炳人对王上的护卫言行逼供 可却什么也问不出来 只是在现场查到了残留的火药 寓意用纱布将王上裹得严严实实的 不知过了多久 王上醒过来了 听到这话的众人 明白王上这是侍从吗 娘娘们来看望王上 花针把发生的这一切 都怪罪到了娘娘身上 他请求娘娘离王上远一点 娘娘也怀疑这一切是金家做的 他无法替自己辩解什么 其身便离开了 郁闷到睡不着的娘娘 一大早便在厨房熬起了胡萝卜粥 玉厨赶紧请教娘娘做法 娘娘边说她边记 这好学的态度 一点都不像之前傲娇的玉厨 听完胡萝卜粥这繁琐的做法 玉厨很感动 觉得王上吃了肯定就会立马好起来 没曾想娘娘却说 此时的朝堂上 众大臣都一致认为是金左根要谋害王上 就在他们吵得不可开交时 大门却突然打开了 竟然是王上 大臣们满脸的不可置信 王上面无表情的直接走向龙女 坐了下来 接着就到了表演的时刻 原来这次的事件是由王上一手策划的 在祭祀之前 就事先买好了炸药 为了抓住大王大飞的把柄 一早便派人收集了金家人购买转移消时的证据 王上借此机会设下局 不惜一身涉嫌 就为了打压金家 王上当场罢免了金左根 还有金家一些官员的职位 并且还收回了大王大飞垂帘听证的权利 从此 他终于成为了真正的王 另一边对王上醒来 还不知情的娘娘正在给自己想退路 这下不用担心以后的事了 娘娘喜极而泣 为了庆祝王上醒过来 娘娘独自到厨房喝起了酒 这一喝 喝出了大事 喝了两斤茅台后的娘娘 错把王上当成丫鬍红莲 两人情不自禁 终于迎来了真正意义上的洞房 第二天娘娘醒来后 娘娘让王上老师交代昨晚发生了什么 王上便一本正经的描述起来 还没说几句 娘娘便受不了了 疯了一般的跑出去 呼喊着红莲焦急的问她 完了 疯了 这要怎么办 这回彻底弯了 娘娘癫狂的大叫着 从那以后 娘娘便觉得自己脏了 想着要不死了算了 但想想又舍不得 两种情绪把娘娘折磨得快疯了 看得一旁的红莲和崔上公很是无奈 这时王上来了 前一秒还在这的娘娘瞬间没了踪影 这让王上很是郁闷 跑走的娘娘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她认为肯定是真的金绍容在搞鬼 但是 远处又传来王上寻找她的声音 娘娘赶紧猫着身子跑了 正好看到自己的爱妃们 本想上前找回真实的自己 不料又看到王上 真是无处不在啊 看着娘娘离开的身影 王上又假装淡定地追了上去 娘娘为了证明自己没有弯 她特意约了与自己 一直血性联系的爱妃出来联络感情 可转身一看 竟然是王上 一番争执过后 两人终于明白了 娘娘的希望彻底破碎了 为了安抚暴怒中的娘娘 王上将她暴入了怀里 这一刻 娘娘的心跳忍不住加快 王上深情地和她告白 这么深情地告白 连屏幕前的我都感动不了 娘娘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中 就在她努力反省的时候 大王大妃却要请她喝冷饮 娘娘根本不知道 这碗冷饮里面下了肚 就在她快要喝下屎 一位小宫女突然出现 朝着她就扔石头 下一秒 匆匆赶来的王上赶紧询问娘娘的情况 大王大妃当场下令将小宫女打入大牢 王上告诉娘娘 大王大妃在冷饮里下了剧毒 她要杀了你 可娘娘怎么也想不通 大王大妃为什么要除掉她 王上解释道 因为你帮助我完成了宴会 还在你的寝宫发现了 记载着金家罪行的账簿 原来是赵大妃趁娘娘不在时 将账簿偷偷放入了娘娘的寝宫 她要让大王大妃和娘娘反目成仇 搜到账簿的大王大妃 以为娘娘背叛了金家 所以才会毒杀她 娘娘明白刚刚是小宫女救了她 晚上她悄悄来到大牢 告诉小宫女 可还没等娘娘想出办法救小宫女 她就被迫喝毒药自尽了 等娘娘赶到时 只看到躺在地上的孩子 娘娘怒了刚想找大王大妃理论 却被王上一把拉住 娘娘忍着泪水狠狠地骂了王上 王上并不理会 转身就走 可她的手却比出了一个动作 娘娘突然想起来这个手势 是之前自己与王上约定的暗号 代表着现在说的都是谎言 娘娘恍然大悟 接下来就到了表演的时刻 接着又摸摸手 还有温度 这下娘娘放心了 红莲上前拖起她 娘娘半推半就的便走了 回到寝宫 娘娘明思苦想 经过一夜 她终于理清了 接着 画上精致的妆 戴上昂贵的首饰 穿上华丽的战衣 准备复仇了 第一局 为大王大飞 乘上她曾经给自己喝的毒冷饮 优雅地说道 大王大飞看了一眼没感觉了 于是娘娘直接站起身来 端起冷饮一口就闷了 大王大飞看得目瞪口呆 这女人是要造反吗 没错 娘娘嚣张地对她说 大王大飞被娘娘气得嘴都歪了 接着 第二局 娘娘没废话几句 便起身走向赵大飞 最在乎的儿子一向面前 开始点火上香 直接就揭穿了赵大飞 将帐簿放到房间 陷害自己的事情 可赵大飞明显不想承认 还用言语侮辱娘娘 接着娘娘把手里的香 全部砸到供台上 威胁赵大飞 以后给我小心点 不服气的赵大飞还想反抗 听到这话的赵大飞 只能收回手 娘娘潇洒离去 这辈也帅呆了 到了最后一局 对象是娘娘曾经喜欢过的赵花针 娘娘不想多说什么 她只是慢慢走向花针 花针一步步后退 花针心里一慌 脚下一滑 差点掉下去 娘娘一把拉住她 没想到花针却突然松开了手 娘娘的第一反应依然是抓住她 将她甩到一边 蹲下来对她说 三局对战 娘娘完胜 本以为复仇后会很爽 实际上是 然而娘娘真正的复仇才刚刚开始 娘娘决定专心搞失业了 她要和王上联手 对付伤害过自己的金家 王上求之不得 两人一拍即合 于是娘娘便决定以茶代酒 不过这交杯的姿势 怎么都不像同盟之情了 娘娘一口干了 王上也只能腹畅腹损 一旁的崔上公已经看破了一切 晚上 睡不着的娘娘想找王上商量大计 不料却看到正在换衣服的王上 对视三秒后 娘娘慌忙走开了 没过一会 娘娘又端着一碗方便面进来了 王上很是不解 最终理智还是没能战胜欲望 娘娘想干什么 想必大家都知道了吧 奈何王上不解风情 完全不明白娘娘的意思 无奈 娘娘只好自己吃起了方便面 王上则看起了兵书 看到王上这么认真学习的样子 娘娘虽然明白历史不能改变 但还是决定帮她一把 第二天 娘娘回家探望生病的父亲 为了让父亲从王上和金家的斗争中存活下来 娘娘想拿账簿请求王上饶父亲一命 王上告诉娘娘 只要岳父帮忙搜集金家犯罪的证据 他定会宽大处理 而娘娘要求王上保证好父亲的人身安全 王上欣然答应 两人达成共识 为了尽快结束这场战斗 娘娘决定威慑一下金家的长辈们 现在就差一个头目了 娘娘背上佩剑 站在宫殿门口 金左根朝她走来 这不废话吗 你做得这么明显 娘娘把剑丢给金左根 让她拔剑 金左根却说我不和女人斗 娘娘笑了 看不起谁呢 你怕不是怂了吧 金左根只好拔剑 只不过 花真受不了良心的谴责 他主动和王上说了账簿的事情 王上对他失望至极 两人的感情就此破裂 另一边的王上已经对金家下手了 众大臣们都人心惶惶 害怕下一个就是自己 王上还将娘娘教授给他的现代军事知识都记录下来 娘娘开心地看着 王上突然申请起来 就在王上快要吻上时 娘娘却突然一阵反胃 没想到缺失 其他人都赶紧祝福娘娘 王上也激动不已 他将娘娘抱在怀里 娘娘把所有人都赶出去 王上很是不解娘娘为何愤怒 崔上公解释到不是愤怒 而是太高兴了 这牵强的理由 王上居然相信了 不管怎么想 这件事情都不妥当 可又没有解决的办法 娘娘要疯了 怎么可以怀孕呢 这普天同庆的事情很快便传开了 大王大妃也知晓了此事 正在娘娘郁闷之时 她和赵大妃气势汹汹的来了 娘娘立马变成了一副虚弱的样子 大王大妃又怎会相信 娘娘强装费力的起身 赵大妃赶紧说不用了 两人坐下来 赵大妃给了娘娘一个红包 打开来一看 居然是符咒 还美名其约能保佑王孙顺利出生 我信你的鬼 娘娘将符咒还给了赵大妃 是一红莲拿来毯子 当着两位婆婆的面便吐了起来 她接着得知消息的父亲 送来了一大堆礼物 娘娘看到这些 心更乱了 然而更乱的还在后面 要正式开始胎教了 最过分的是 方便面也不能吃 娘娘怒了 为什么怀孕后什么都不能做 这样要怎么活下去 崔上公立马说 等晚上王上退朝之后 两位要一起坐胎教 娘娘崩溃了 一觉醒来就坐胎教 要睡觉了 还要坐胎教 这还让不让人活了 最可气的是 等了好几十天的梨花酒竟然没 娘娘伤心欲绝 她崩溃大哭 王上为了哄娘娘开心 带她去别院散心 可娘娘却兴致不高 但看王上很开心 娘娘也只能陪她逛逛 王上告诉娘娘 我一定会努力 把国家腐败的部分踢出去 让我们的孩子继承这个国家 这句话提醒了娘娘 对啊 我的孩子将来成为王 那我不就能成为 那个至高无上的大匪 想到这 娘娘兴奋极了 说完便走了 这让王上很是无奈 行动派的娘娘 晚上便开始写起了 胎教日记 另一边 赵大飞又开始作妖了 她让宫女散播 王后肚子里的孩子 不是王上的谣言 有人的地方就有八卦 这件事很快就传遍整个王宫 所有人都在讨论 为了破除谣言 娘娘竟然这么做 太监宫女们都害羞地 转过身去 王上说既然做戏 就要做全套 这喊叫声 犹如出笼的野兽啊 众人都害羞了 先这样 然后再那样 娘娘这浮夸的表演和讲解 众嫔妃都害羞了 可又好奇地不行 另一边 得知娘娘怀孕的花针彻底死心了 她来找王上 请求王上废除自己 并将她送出宫 王上直接拒绝了 因为被废弃的妃子 不仅要受到世人的嘲笑 还得像僧姑一样地生活着 可花针很坚持 在宫里她迷失了真正的自己 现在她只想过简单平淡的生活 无奈 王上只好答应 知道此事的娘娘心里难过不已 毕竟花针可是自己来到这里 第一位喜欢的女子 难过的是不仅这一件 本以为会破除的谣言 却越演越烈 传到了众大臣的耳朵里 大王大妃想趁机除掉娘娘 便打着为家族的名声着想 令金炳人亲自杀了娘娘 暗恋娘娘的金炳人 当然不会这么做 她将此事告诉了王上 还说 想要救娘娘 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亲自去铲除冬粉 这样大王大妃才会放过娘娘 还能用威望压下传言 为了保护娘娘和孩子 王上不得不去 她看着睡梦中的娘娘 和她告了别 随后穿上战衣 骑上马 明知道这一切都是金家和大王大妃的阴谋 王上也毫不犹豫地出发了 娘娘很伤心 但她知道王上一定有自己非去不可的理由 事情果然不出王上所料 到了僻静的山路 身边的侍卫都露出了真面目 金炳人骑马缓缓走来 喜欢的人被王上抢走了 她要亲手杀了王上泄粉 王上一脚踢飞金炳人 赶紧趁机跑了 金炳人带着手下颈椎不守 王上跑到了悬崖边上 为了求得一线生机 王上转身跳下悬崖 金炳人赶紧跑过去查看 王上早已消失在了水中 生死未卜 娘娘突然感觉到胎动 她惊讶不已 这才一个多月啊 随即想到了什么 自从王上离开 娘娘就严重失眠 为了缓解思念 娘娘只能暴饮暴食 崔上公和红莲担心不已 娘娘还说是因为肚子里的孩子能吃 吃完了娘娘想出去消消时 来到湖边 脑海中不由自主地回想起了 和王上在这里的点点滴滴 回忆涌上心头 娘娘慌了 不能再待在这里 一路跑到亭子镇 可宫里到处都是回忆 躲都躲不掉 娘娘还给王上秀起了微博 这彻底变成了贤妻良母 妃子们邀请娘娘一起玩游戏 可无论他们比划什么 娘娘都回答是王上 为了不再哭泣 娘娘全副武装 可崔上公却慌张地冲进来 崔上公告诉了娘娘一个噩耗 娘娘难以置信 很快 王上驾崩的噩耗传遍了整个王宫 可娘娘不相信王上就这么死了 他偷偷来查看遗体 摸了摸 这副身体不是王上啊 回到寝宫的娘娘 将这件事告诉了崔上公和红莲 此时两人终于相信王上还活着 娘娘往自己的嘴唇上涂了一大脏 硬是把自己化成了活死人 今天娘娘要演一场大戏 演员一号就位了 这就豪上了 演员二号也不甘示弱 可今晚的演技大奖注定是娘娘的 只见她 这高音标的 把旁边的人都吓坏了 等进门后 娘娘立马变了一副样子 深夜 娘娘拿出提前准备好的行李 背上弓箭 独自一人悄悄出宫去寻找王上 另一边 大王大妃迫不及待地将王上的死讯召告天下 还将金左跟官赴原职 选了一位容易掌控的新王 准备四天后举行登基仪式 此时的娘娘们 已经找了一天一夜 正准备休息一会 一群侍卫追了上来 红莲拉着娘娘赶紧跑了 娘娘不断地呼喊着崔上公 侍卫一脚踹向她 追了上去 红莲将娘娘安置在安全的地方 告诉她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她则假扮成娘娘引开侍卫 娘娘刚想拿起弓箭 却感觉到头顶有人 抬头看去 是金炳原 娘娘吓得撒腿就跑 金炳原似乎铁了心要杀她 手越来越紧 但看着熟悉的脸 脑海中又闪过了金少荣呼喊她的画面 金炳原始终于心不忍 把娘娘甩在地上 这时 侍卫们追了上来 金炳原拿起箭挡在了娘娘前面 娘娘不明所以 金炳原说只要你还有少荣的记忆 那我就不会让你死 娘娘别无选择 她只能相信金炳原 金炳原带着娘娘杀出重围 逃跑的途中突然出现一个戴面具的黑衣人 金炳原将娘娘护在了身后 黑衣人出刀横力 剑剑要命 金炳原一边对敌 一边护着娘娘 明显束手束脚 娘娘被划了一刀 金炳原一个侧翻挡在娘娘前面 手握上黑衣人的剑 弹剑还是刺上了娘娘 金炳原使劲一推 剑拔了出来 黑衣人用小刀刺进金炳原的腰 娘娘见状一脚踢过去 金炳原趁机站起来反抗 但已经受伤了她岂是黑衣人的对手 娘娘捡起地上的石头丢了过去 正宗目标 两人赶紧逃跑 可金炳原的伤很严重 她知道自己跑不了了 她将策划谋逆之人的联名书交给了娘娘 希望能保她安全 最后摸了摸娘娘的头 让她赶紧藏起来 可娘娘不想丢下金炳原 她试图隐藏地上的血迹 金炳原阻止了她 让她赶紧走 这时 黑衣人追了上来 金炳原上去阻挡 娘娘知道自己留下来只会是累赘 她拼命逃跑了 留下的金炳原最终还是敌不过黑衣人 娘娘亲眼看到男人为了保护自己死在了眼前 但她却什么都做不了 只能拼命逃跑 眼看着追兵就要追上来 娘娘急得六神无主 只能躲到一棵树后 黑衣人似乎察觉到了什么 她一步步靠近大树 娘娘吓得屏住呼吸 突然远处的侍卫说是在那 黑衣人赶紧追了过去 娘娘这才松了口气 这一天的精力让娘娘彻底崩溃了 天很快就黑了 心里焦脆的娘娘再也走不动了 也不想再做无谓的挣扎 内心充满了绝望 这时 有人拿着火把过来了 竟然是王上 原来王上坠崖后被东匪救了起来 娘娘抱着王上失声痛苦 王上将娘娘带回了山上 见到了红莲和受伤的崔上公 等娘娘哭够后才问崔上公 他怎么跑过一劫的 崔上公说当时也是运气好 因为脚下一滑 所以才躲过了那一楼 只是滑破了点皮 不得不说 这运气也太好了 另一边 挂念着崔上公的御厨 每天都郁郁寡欢 原来崔上公之前和他表白过 第一次被表白的御厨 不知该做何反应 崔上公说在这王宫里 能遇到御厨和自己分享孤单 已经很满谷了 其实御厨也喜欢崔上公 他后悔自己没能早点说出来 没有崔上公的生活 又有什么意思 御厨决定辞去职位 到宫外去寻找崔上公 可崔上公还没找到 却被一群人抓了起来 要棍棒伺候 还好娘娘及时出现 还没跪下去 就看到日丝夜响的崔上公 崔上公 太过激动 直接扑倒在地 崔上公直接徒手斩断了绳索 御厨将崔上公送给他的礼物 露了出来 崔上公看他随身携带 都害羞了 接着 一群人便讨论起了作战计划 娘娘知道大王大妃式的吃货 不管王宫的守卫多么森严 但运送食材的门一定不会关闭 一番讨论之后 几人决定杀回公路 回去的路上 看到了金炳人的尸体 为了报答救命之恩 娘娘亲手将他埋了 一颗炸弹突然出现在城墙上 众人惊慌失措 接着一颗又一颗的烟雾弹飞上来 城门外催上公蓄力 使劲一扔 扔完还不忘摸把鼻子表示 接着轮到御厨登场了 他手持双刀 左一个右一个 打得那叫一个行云流水 另一边 娘娘和王上拦下一辆送菜车 未必利诱之下大叔 让他们藏在了乡底 通过御厨他们的声东击西 两人顺利来到王宫 王上找到贴身太监 太监这才意识到两人没死 娘娘和王上换了一身装 瞬间这气势提升了好几个档次 一群侍卫冲了出来 王上立马拔剑迎战 噼里啪啦地打了起来 一名侍卫朝着娘娘就扔飞刀 没想到娘娘身子一样 竟然躲了过去 侍卫还不甘心 被王上一掌击中肚子 拿刀架在了他的脖子上 还不等男人说话 便听到了号角声 原来大王大妃害怕王上活着回来 便提前了新王登基的时间 王上焦急万分 娘娘却一脸淡定 原来娘娘在出宫前 秘密召见了金焕 让他把玉玺偷了出来 金焕不知该把玉玺放到哪里 便想到了牢中王上的同党 金焕赶紧把玉玺给了他们 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登基仪式到了最后环节 没了玉玺新王就无法登基 娘娘这招 不得不说又损又高啊 王上和娘娘一路来到大便 竟然一个守卫都没有 正当两人疑惑时 娘娘却看到房顶有一个人 娘娘替王上挡了一枪 被黑衣人打中腰部 娘娘缓缓倒在地上 再次瞄准 这次他一枪射中了王上的胸膛 正在得手的他沾沾自喜时 原来是神枪守红别尖和永平君赶到 两人穷追不舍 把他逼到了绝路 他还想反抗 被红别尖一枪加上永平君一刀 彻底消灭了 另一边 娘娘努力想拉王上的手 就在这关键时刻 灵魂却回到了21世纪 他很担心王上的安危 便逃出了医院 一路来到书店 找到了朝鲜王朝实录 翻看关于王上的记载 原来就在他穿越回来的一瞬间 真的金绍容也回到了他的身体里 王上因为穿了娘娘研制的防弹衣 也逃过一劫 还没等两人缓过来 金左根便拔剑朝他们走来 机智的娘娘立马把下发差狠狠扎向金左根的大腿 为了保护娘娘和孩子 王上凭借超强的意志站了起来 他用力挥动着剑 终于将金左根打败了 但并没有杀了他 他要让金左根像行尸走肉一样痛苦地活着 王上深知自己肩上的重担 他只能将娘娘交给红别尖 便前往大殿 大王大妃看到王上 金的下巴都要掉了 其中一位大臣直接翻白眼晕而过去 最终 王上战胜了一切 成为了胜利者 解决完一切的王上匆匆来看望娘娘 御医说娘娘由于大出血 现在的情况十分危急 经历过一次生死的娘娘意志很顽强 加上又有主角光环 第二天早上便醒了过来 肚中的孩子也安然无恙 王上紧紧握住娘娘的手 哭得像傻子一样 娘娘熊啾啾气昂昂地来了 大王大妃吓得连连后退 娘娘告诉大王大妃几天后会将她医治冷宫 在此之前只能待在这间屋子里 大王大妃气得脸红脖子粗的 娘娘才不管她 回到寝宫后 可能是因为男人的灵魂待太久了 金少荣也被童话了 另一边赵大妃因为之前造谣的事情被处以流放 贪污谋逆的臣子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一切事情全部尘埃落定 娘娘的父亲抱着一堆礼物来看望娘娘 另一边 御厨正在做方便面 崔上公进来说自己也吃一碗 只见他扭着身体走向崔上公 一把揽过他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想必大家都知道了 而现代的张风焕从史籍中知道了王上未死 他放心多了 穿越了一回 他感受到了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还帮助王上改变了历史 他的命运也因此改变了 陷害他的韩市长被警方抓了起来 就是不知道从女人又变回男人 会不会有什么心理影响 回到古代 正在批阅奏折的王上怎么也集中不起精神来 脑海中都是娘娘 便想去见娘娘一面 巧了 正好娘娘也很思念他 两人都去找对方 这一来一往 便走差了 两人又急忙往回走 又没碰到 就这样 从早上走到了晚上 娘娘想到了湖边 果然在这见到了王上 两人紧紧相拥在一起 娘娘找回了真正的自我 而王上总感觉似乎缺少了点什么